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顾丁六 每天中午的十二点 收看我们期开的生活 我是顾德 各位马上就是国庆的连续假期了 在这地方祝福各位我们国家 国运昌龙 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国庆年假过得非常的充实愉快 那阿豪在国庆日的这段时间 这三天的连续假期里面 阿豪也帮各位准备了一个东西 你说今天真的是蛮幸运的 国庆日 双十国庆 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生日 那刚好也是阿豪 张家豪的一个生日 所以各位 我帮各位去准备了一个东西 豪华大餐 双十国庆 MIS跟简讯 要让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国庆日之后 各位成为一个真正快乐投资人 这个详细的内容 可以进一步的电话 去做一个咨询 好 你说阿豪是 MIS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它会是一个豪华的大餐 来各位 其实说真的 我在投资公司服务 今年已经迈入第八个年头了 那我一向以期货操作为我的主轴 其实过去这八年来 我发现一个重点 很多投资朋友可能不会知道的一个重点 可能有注意过 但是没有很注意 各位期货赚的是什么 很多人遇到期货就说 接下来到底是要买多还是放空 这是第一个反应 可是其实就我实战这么多年来 不是我自己在实战而已 而是带领着我们全体的会员朋友 每天在这里叫人拼 谁是在叫人书费 我发现各位 其实期货你说穿了 它真正赚的是什么 不是多或是空 赚的是波动 实际上赚的是波动 那问题是 如果说它是一条平摆的一条线的话 其实坦白讲 那个真的没有利润 真的没太贪 看你多厉害 它一条线你就是没有办法赚 因为它赚的要有波动 才会有利润 那问题是 有时候当波动太大的时候 对一般的散户朋友 不见得是好事 因为波动太大 大家一看就完蛋了 一次就挂点了 所以我会在这地方 我强烈的跟我们所有观众朋友 去做一个分享 如果说你在操作上 真的会觉得说 真的够狗糟糕 有时候这个地方打下去 刚好打到那个人家的转折的地方 各位 那一定要想办法帮自己添购配备 添购配备 因为接下来各位 从国庆日之后回来 各位每年都一样 从国庆日之后回来 各位后面拼的这段行情 就是农历过年 一直拼到农历过年的这段行情了 所以各位 到底要怎么样帮自己去添购一个配备 让我们成为这个期货市场上 名副其实的高手 期货转波动 所以就从这个转波动开始 你光好是这个礼拜的波动 虽然只有四天 但是真的是 都快要到运头转向了 各位为什么 为什么 来各位你有没有去注意到 我想你很难不去注意到 像今天他们的美国副总统 是不是又在辩论了 刘老师 那个关我们什么事 各位 那个都是一个机会 真的哦 那个都是一个机会哦 刘老师 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呢 来各位 我把我这一个礼拜 实际上在带领会员朋友 我所留下的一些资料 一些记录 给各位看 让各位清清楚楚的去认出来 各位 期货他赚的 真的就是一个波动 你只要有波动 各位那个都是赚大钱的机会 来各位 美国总统 目前是川普 可是我相信 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11月3号 他的新闻 几乎每天你都会看得到 在礼拜天那一天 我们中午的连续假期回来 川普确诊嘛 这个利空 我们会觉得说台股很紧绷 因为川普一确诊 那个消息出来 哇天哪 道琼工业指数 道琼那个小道期货 马上跌了五百点下去 所以我们是不是刷了一旦 这是不是在礼拜天 结果真笑 川普一出院 道琼马上就涨回去四百六十点 然后到隔天 哇 川普一出院之后 马上说他要停止协商 道琼又跌回三百七十五点 那到昨天晚上 大家看到差点没昏倒 他又一百八十度的转向 道琼马上又涨了五百点 各位你注意看喔 从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到礼拜四 一天要五百点 一天要三百点 一天要五百点 一天要四百点 这么大的一个波动 其实很多观众没有看到 走到买四公 哇老师 怎么现在行情会这么大 各位永远记住一个事情 当一般人在害怕的时候 当一般人觉得行情大到很难去操作的时候 各位期货赚的是波动 期货赚的是波动 可是如果你是操作美股 天气市场白讲真的很好做 真的很好做 可是如果说你是操作的商品 叫做台子期的话 各位你觉得这个礼拜好不好做 你看看这个百合作 其实一般的投资人会觉得 这个礼拜虽然行情很大 但是要求派者 超难做的 为什么 因为当美股大涨的时候 你看 当这个川普确诊嘛 那我们礼拜一开盘 你看我们礼拜一开盘 它长怎么样 刺力蛋嘛 龚老师 真的刺力蛋 真的刺力蛋 一直抬下去 各位 你说到了一个重点 你看到它一路的杀下去 但是你有没有去掌握住这些空点 你有没有去掌握住这些空点 如果你有去掌握住这些空点的话 各位那是不是一个机会 是不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龚老师 那我实在是没有把握去掌握住这个空点 好各位 礼拜二的早上开盘之前 哇道琼大涨 460点 那我想请教各位观众朋友 当天我们的台子期怎么做 礼拜二这一天嘛 早上6点 你看到道琼大涨460点嘛 各位台子期怎么做 这么做会赚钱 这么做也会赚钱 你知道吗 有波动就有机会赚钱 可是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 你自己可以去做一个比对 因为这个是我们会员朋友 他们用MS在操作 实战所留下来的记录 我跟各位去做一个分享 好 那川普一出院之后 马上说我不想协商了 道琼马上由大涨变成大跌375点 这是不是在礼拜三 礼拜三开盘之前嘛 我们8点45分在开盘 这是礼拜三开盘之前嘛 各位结果道琼大跌375点 然后我们的台子期呢 我们的台子期是长这样子啊 这是不是礼拜三那一天 是不是礼拜三那一天 都跟人家走不一样的 好 各位 昨天道琼大涨500点 道琼反而大涨500点 你看他 你很难去捉摸 他到底在干嘛 马上又改口了 马上又大涨500点 这个行情也太疯狂了吧 结果我们早上是怎么样 先杀 后拉 到现在呢 所以各位 你能够了解 我要跟各位去讲的东西吗 来我们重新做一个规划 有时候我会太兴奋 当我发现这个机会很大的时候 有时候我真的会太兴奋 各位我们再整理一下 到期货 各位期货他只怕一件事情 没有行情 就是那个区间非常 非常狭窟震荡的时候 你期货还比较厉害 没有行情 就是没钱赚 可是期货 他只要是有行情 尤其市场波动很大的 那个都是赚大钱的机会 可是 如果你操作的是台子期 那难度就更高了 你看国外期货 其实他们很单纯 一天大涨400点 一天大涨500点 一天大涨300点 一天大涨500点 那很好做 实际上来讲 因为他那个波动够大 他这样一下去 就一下子500点 一下去一下子又400点 可是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开盘的时间 是8点45分 当我们看到 哇道琼又大涨的时候 各位等到经过8点45分 我们这边开盘的时候 各位那个消息已经被消化掉了 已经被消化掉了 所以你就会常常看到 有时候你看到道琼在大跌的时候 你去放空台子期 刚好空在那个地板 马上就会咬咬咬咬咬 所以他会有一个时间差的一个落差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掉这个弱点 要怎么样去克服掉这个盲点 我们就会运用一个叫做MIS的工具 我们就会运用一个MIS的工具 那MIS呢 你可以把它装在手机里面 或是你的平板电脑 或是说你在公司有笔记型电脑 或是你家里有桌上型电脑 通通都一样 通通都可以用 不用另外再加钱 这个就是我们开发出来 专门针对实战 具备了便利性的一个东西 你手机也可以 你电脑也可以 不用另外再付钱 那这个东西 他就帮我们去处理掉 一个大家最难搞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你看到那些消息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那一则消息等到8点45分 美国他们是凌晨5点就收盘了 经过了三个小时又45分 等到我们这边台子期开盘 尤其是加选指数开盘 已经经过了四个小时了 这四个小时 它里面有多少的变动 所以当你去看 那个5点他们收盘的那个价格 道琼收盘 不管是大涨或是大碟的价格 你来操作台子期的时候 你常常会碰到钉子 会被人家偷袭 你会觉得说道琼大碟 好像我们这边就一定要大碟 一定要给它砍 常常一空下去马上被割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就会运用MIS 来帮我们协助去处理掉 去处理掉它这个时间的一个差异 造成的一个影响 所以你再回过头再看这件事情 来 你再回过头再看这件事情 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用MIS 真的会轻松很多 比如说你看 这是不是礼拜天下午 礼拜天下午嘛 因为大家在预计说 哇 这礼拜一的时候 台股可能不太好看了嘛 对不对 结果礼拜一开盘 真的跌 真的跌 可是跌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用去理它 到底是涨还是跌 因为期货赚的是波动 重点是 你有没有办法去掌握住这个出售点 你有没有办法去掌握住这个出售点 那你买对了或是空对了 有没有办法把钱 真的把它收到口袋里面 这个是我们重点嘛 对不对 然后川普他出院 道琼马上大涨460点 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他们5点就收盘了 那新闻出来是在6点25分 可是我们开盘是什么时候 8点45分 是不是有一个时间差 那有一个时间差的时候 各位你看 我们的行情就变成 很奇怪 对不对 所以各位 MX它是及时的去追踪 追踪什么东西 追踪到底我们现在的台子旗 真正的一个波动影响因素 也就是阻力防守区跟阻力线 它所形成的 到底人家在做什么 它会在第一时间提醒你 让你去搭上便车 让你去搭上便车 你是不是相对的就轻松很多 对不对 然后川普他一出院之后 他说我不想跟人家协商了 等选完再说吧 结果道琼本来是大涨 变成大跌375点 这个是不是在早上 美股收盘之后我们看到的 那你看到他大跌 那一般的想法会是什么 我们今天可能也不太好看吧 结果你看实际上开下去是长怎么样 开盘下去压一点点之后 开始马上强嘎空 有没有 马上就强嘎空 然后你看昨天晚上 川普他又改口了 结果道琼大涨500点 那你觉得我们今天台子期怎么做 你看他先跌 然后再上来 那只要有波动 就是赚钱的机会 谁告诉你的 是不是MIS 这样了解吗 所以各位 这个是我们会员朋友 他们实际上在使用 在实战的时候 所留下的一些实战的记录 我跟各位朋友去做一个分享 这是这个礼拜 我老师 上个礼拜 其实都是一样 真的都是一样 你看 这些新闻都是盘潜的新闻 对不对 台股有望回文 到底是要买都还是放空 当你还在犹豫的时候 人家已经冲上去了 可是你用MIS 你就是在第一时间抓到 对的进场点 对的出场点 对不对 那道琼大涨400点的时候 台股渴望继续反弹 是不是盘潜的新闻 对不对 可是你等到他开下去的时候 各位有时间差 真的有时间差 人家已经赚完了 接着呢 人家开始往下打 那你如果用MIS的时候 你知道9点16分 12468这地方就是空 而且空完之后 你知道在什么地方要收钱 是65点把他抓到口袋里面 然后上个礼拜 是不是中秋节的廉价 那礼拜三那一天 是大家都说 应该是观光气氛很浓厚吧 干脆就不要做好了 可是各位 如果有钱赚 为什么要休息 不赚白不赚 对不对 这样上去 收钱 这样下来 这样也就超过100点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可以再看你更远了吗 各位其实每天都一样 真的每天都一样 你说消息面会不会影响 我们的行情 一定会 一定会 就像这一则消息 9月24号 新闻记者在报导 共军8天之内 哇 七度老台 搞得我们这样子人心惶惶的 各位 他有没有影响到 他有没有影响到 你把他去做一个推 真的 真的搞得人心惶惶 而且他从礼拜一就直接跌 礼拜二跌 礼拜三跌 礼拜四跌 礼拜五继续跌 一个礼拜 直接跌掉了一整个保证金 你知道吗 跌掉一整个保证金 各位 那你怎么样去应对 我讲的比较白话一点 你怎么样利用这个机会去赚钱 是不是用MIS 是不是用MIS 从礼拜一的826 12826嘛 100点 礼拜二 622跌了200点继续空 礼拜三 跌了300点空 跌了400点空 这样就是100点 礼拜四 跌了500点了继续空 又是超过100点 到礼拜五 已经杀下来 从826杀到270 已经杀了600点了 各位继续空 继续怎么样 成为这市场上快乐的投资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知道进场点 你也知道出场点 这个才是真正的赢家 不然很多观众朋友 在实战上会遇到的一个困扰 就是你一笔蛋进去 本来是有赚钱的 但是你希望能够多赚一点 然后就看着看着 本来是赚60点 70点 结果开始反转 从60点70点 接下来变成30点的时候 你讲会怎么样 开玩笑 我670点 我没带到我 寸30点 叫我拼 各位 然后跌回平盘 然后开始变成赔30点 赔40点 赔50点 变成大赔 那种情况最闷 所以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各位 你就需要一个工具 帮你非常理性的判断 让你知道 现在主力他们已经在干嘛 那个就是MIS的一个功能 了解吗 所以我在端 我在这个国庆假日期间 刚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生日 也刚好是我 我个人的生日 所以双十国庆 各位 我帮你准备了这个豪华大餐 这个是MIS的部分 你拥有MIS 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快乐投资人 这样OK吗 这样OK吗 各位 开心一点 真的开心一点 我告诉各位 国庆日之后 各位后面拼的这一段 就是一直拼到过年了 但是你一定要让自己变强变壮 不要再自己一个人 独自按三八 自己在那里没没收 真的有时候看得很辛苦 欢迎你加入MIS这一个大家庭 那我们现在有豪华大餐的一个活动 那它只有三天 因为那是国庆日 我也没有每天你过生一年 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也只有这三 也只有这十月十号 所以各位 详细内容 直接打电话 进一步咨询 我们中场休息一下 等一下 我告诉你 除了MIS之外 我帮你准备的另外一个豪华大餐 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各位 在投顾 今年已经迈入第八个年头了 那其实在这期间 我辅导过非常多 我们电视机前面的一个投资朋友 那其实有一些大哥 他本身可能有事业比较忙 其实说真的 你叫他每天在那边 笑来笑去 他跟他说 那没什么意思啊 他喜欢那个比较简单 比较单纯的 最好就是这样一买进去 这样啪啪啪啪啪啪 后一个大破断的 他比较喜欢做那一种的 各位 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各位 那就是我的专科 那个就是我特别擅长的一个地方 在抓破断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这一次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国庆 国家的生日 刚好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生日 所以我特别帮各位去准备了 这个豪华大餐 其中呢 各位 你刚才喜欢的那种打破断的 那个就是简讯的 由我亲自带领 由我亲自带领 在简讯的部分 我们就会做破断的一个布局 那怎么样做一个破断的布局呢 各位我把过去 其实很快 说真的三个月 也这么多年 给这个过去 只是说这三个月里面 各位你有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 那简讯会员 他们又抓到了哪些破断的机会 我一并的给各位来做一个评估 各位 这个是在8月3号 那时候杀到了12405 接着呢 各位只有三天 8月3号 4号 5号 然后到6号的时候 各位 这样子一次上去就520点了 这就是我们台子企的特性 可是我们在简讯的部分 我们是打破断的 也就是说 我们会去抓 到底哪一段有机会 只要机会到了条件满足 我们就是一路的打 一路的打 打到我们目标价为止 全部收钱 对不对 其实时间不多 三天而已520点 那做完这一段之后呢 我们就再等 再等 再等 再等下一个机会 下一个机会出现在8月12号 杀到了12565 可是各位同样的哦 你看哦 其实他在破断 你说破断要花很长的时间吗 也没有呢 只有4天的时间 4天的时间 这样一段起来 又是400点 那如果我们逮到这种机会的时候 那我们的简讯会 就是一个方向 一路的加码 一路的追上去 一路的加码 一路的追上去 一直到我们的目标价满足 全部获利平仓 这个就是打破断的 那其实8月台子08 8月我们就抓这两段 但是这两段 你回过头一看 哎呦 这样也不错啊 如果说一个月 可以去抓到这种两段的话 也将近快要1000点了 对不对 更不用说那些加码的 好 那接下来就是9月的嘛 哇 9月一上涨的时候 天哪 直接往下 要先杀个600点 一天就先杀个600点 那刚刚好 刚好来测我们的支撑 那一满足之后 尤其是出现了快事 各位 头也不悔得不放过他 从20号到5号 各位你知道吗 这样一个就700点嘛 这种就是简讯会 它是打一个方向 只要条件满足 我们就是开始全力加油门 到了目标价到的时候 全数获利平仓 这样比较单纯 接着呢 接着就到了那个 开盘 就到了那个结算前的那一段了 因为说真的 9月的台子 刚好被道琼给拖累到 道琼他们那时候刚好在回档 那我们判断 整个大趋势没有改变嘛 还是多嘛 所以我们就静静的等待 等待 条件满足了 开始一路的追 一路进床 各位只有三天四天的时间 一下子又是400点 这个就是打波段 那最近一次 最近一次 各位就是在上个礼拜五嘛 上个礼拜五是不是一个礼拜 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一直跌到礼拜五 跌掉到700点 它刚好跌回来到什么地方 12114 因为它其实是在撤104 那104满足之后呢 各位 我们就开始了 先买再买 勇敢买 拼命买 一直买 疯狂的买 一路的买 闭着眼睛买 随便买 轻松买 那我们的目标是多少 664 664 那到10月6号的时候 各位664有没有到了 已经到了 可是我让各位看一下 李光老师 你是这样子瞎买吗 你是这样子瞎买吗 各位10月6号刚好来到什么地方 10月6号刚好来到什么地方 所以各位 其实我们在规划 我们有我们的目标 当那个目标的时候 先抓到口袋 先赚一次 先抓一段下来 那接着呢 我们又重新再布局了 所以等你进来的时候 各位 你要去搭的是我们国庆日之后的全新布局 这样了解吗 这个是简讯会员的部分 我本来想一段一段的给各位看 但是时间比较来不及了 所以我就让各位做一个总结 各位 国庆日的一个活动 豪华大餐 双十国庆 刚好也是个人的生日 所以MIS 专门在做当冲 如果你喜欢那种短进短出的 我觉得MIS的当冲 值得你的信赖 再来的部分 如果说你要去打那种大波段的 那是我个人 我亲自带领你的 这个简讯的一个部分 一个波段上去 300点 400点 500点 甚至到700点 这是简讯的一个部分 那不管是MIS或是简讯 各位 增添配备 让自己成为一个 真正快乐的统治人 那详细的内容 电话咨询 也在这地方再次的祝福 我们中华民国国运昌龙 也祝福各位 合家平安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财运环境 感谢各位 我们明天见 各别有加证据 无不当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所生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雇得投雇 咨询专线 02 2578 3000 2578 3000 3000